1976年的毛主席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 他没有办法独立行走 连进食都成为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 他无数次在重大的工作前感受到力不从心 但每一次都能强撑着精神 处理摆在自己面前的所有任务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 毛主席抱着相当复杂的情绪 下了最后两项指令 一项指令与唐山大地震有关 24万同胞遇难的消息 让毛主席心如刀脚 每每想起便会流泪 另一项则与自己的身后事有关 他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亲手将指令交到徐向前元帅的手上 千万不能假他人之手 在他离开之后 这项指令才会发挥作用 徐帅看到后 也为毛主席的良苦用心而痛哭流涕 主席人生中的最后两项指令分别是什么 他给人民群众留下了怎样的财富 1976年7月26日 东北和华北方向的大部分地区 都感受到了一阵天旋地化 灾难好像在一瞬间便突然来临 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房屋一片片倒塌 看着大地撕扯出裂口 看着自己的身体被埋在废墟之下 生与死的较量 就此拉开帷幕 这就是让全国人民终身难忘的唐山大地镇 河北唐山作为镇中 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一时之间 这片土地可谓是哀鸿遍野 失去父母的孩子再无助地啼哭 失去孩子的父母绝望地用手挖着根本挖不动的废墟 伴侣的人在一瞬间感受到了哀莫大于心思 原本繁华的唐山彻底变成了人间地狱一般的荒芜 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 北京也有着明显的震感 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几乎是立即意识到 一场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正在摧毁人们的家园 他们马上冲进毛主席的卧室 见到被这巨大的动静惊醒的主席 具体的情况现在还不明确 工作人员也不敢随意汇报 他们只是猜测 北京附近的城市一定发生了地震 当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具体信息 沉递到毛主席跟前时 一向坚强的老人家 也忍不住露出通红的双眼 他把几灯奎叫到自己身边 吩咐他一定要亲自去唐山灾区 而且要全程监督救灾工作 安抚受灾群众的情绪 代替国家领导人给大家送去慰问 此时此刻 毛主席无比痛恨岁月 对自己身体的摧残 如果是在年轻那会儿 他一定会马上收拾东西 不顾众人的反对 亲自到达灾区 亲自指挥现场的救灾救援工作 可是现在 他的身体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虽然内心早已经插上了 飞往唐山的翅膀 现实的条件却禁锢了他的动作 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 他只能待在中南海 耐心等待着一封又一封工作汇报 所有的担心 所有的焦虑 所有对民众的关爱 都汇集到了他发布的一项指令当中 主席说 在救灾过程中 所有人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要保证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 还要确保他们的财产安全 让他们能安安稳稳地度过这次难关 天灾面前 人的力量有时十分渺小 除了被动的应对挑战 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预知可能到来的风险 所以在大批解放军部队赶赴灾区之后 毛主席一个人坐在中南海的办公室 不可避免地开始胡思乱想 他知道 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完善的灾难预警系统 如果在救灾过程中再次发生地震 恐怕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逃出去 二次伤害到来时 现场老百姓的情绪可能会彻底崩溃 他也能设身处地地感受 与人民群众的痛苦共情 灾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去 看着身上的肢体残缺 感受着生命力的流逝 自己辛苦奋斗大半辈子的成果毁于一旦 这是相当痛苦的折磨 不仅是生理上的 也是精神上的 中国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如此可怕的灾难 解放军部队对于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经验也十分有限 种种现实的不利因素 让主席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 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每到饭点 张玉凤总是会亲自前来提醒 有时还会带着一点强迫的意味让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 多为自己的身体着想 晚上该睡觉时 他也会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守在主席的卧室 亲眼看着主席闭上眼睛进入睡眠状态 否则 他一整个晚上都不会心安 有关灾区救援的最新情况 几登魁每隔两天就会向中南海汇报 那些书信和文件 毛主席总是不假于他人之手 自己亲自阅读 要知道 1976年的主席 已经很久没有办法阅读书籍和批改文件了 之前所有的工作 都是由张玉凤和孟锦云为他念字 他在口述自己的处理意见 每次见到毛主席眯着眼睛 非常费劲地看文件 张玉凤总忍不住说 主席 您先歇会儿 实在不行 咱们还是像之前那样 我来给您念 别这样难为自己 咱们这些工作人员看着也很心疼 就在工作结束时 主席看到了灾区统计的确切死亡人数 24万 触目惊心 这个数字 让勇敢了一辈子的老人放声痛哭 24万无辜的黎民百姓 他们扛过了战火纷飞的危险 扛过了三座大山的压迫 还没有享受几年新中国的生活 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他们的一生 好像都在受苦 苦难两个字仿佛落尽了他们的基因 光是想到这一点 毛主席就心痛难当 他也告诉几登魁 解放军和政府干部的工作远远没有结束 灾区情况稳定之后 大家就得帮着灾民们一起重建家园 恢复唐山这座城市昔日的繁华 除了与唐山有关的工作指令 毛主席还发出过一项专门交给徐向前元帅的工作指令 据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 他老人家下达指令的那一天 大家都感觉很不寻常 每天下午 主席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午睡 可是那天 他虽然躺在床上 眼睛却始终没有闭上 心里也在想着事情 人到暮年 死亡是必须要接受的结局 可他担心 自己离开之后 整个中国会出现动乱 他知道全国人民对自己的爱戴 他也知道一个国家领袖对于一个社会的分量 领袖去世 群龙无首 必然会有很多坐监放科之人蠢蠢欲动 为了把这些人扼杀在摇篮当中 他需要提前部署和准备 守在门外的工作人员 只看到毛主席坐起了身子 在一张纸上郑重地写下了一句话 午睡时间结束后 工作人员走进房屋 主席将这张纸交到了他的手上 毛主席吩咐道 这封信现在还不是打开的时候 等我走了 你们就把他亲手交到徐向前元帅的手上 记住 只能交给他 任何人想要问什么 你们都不能透露半个字 意识到这其中包含着国家机密 工作人员自然不敢掉以轻心 连忙把信封藏到了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 受到毛主席如此信任的徐向前 也是一位文武双修的全才 他曾说过 自己病弱的身体 可能在别的领导人眼中是个拖累 但是毛主席往往能看到他的过人之处 忽视一些缺陷 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新中国建立之后 毛主席任命他为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长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 总参谋长需要对中央军委的整体运转负责 也需要协助主席来处理军委和各大军区的日常管理工作 那时候有人质疑 徐向前的身体长期需要调养 可偏偏还是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 这岂不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和消耗 每当遇到质疑 毛主席总是会坚定而有力地予以反驳 在他看来 没有谁比徐向前更适合这份工作 外界舆论纷纷扰扰 他只信任自己应当信任的人 徐向前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在任何复杂的环境当中 都坚定地跟着他一起走 追随着他的脚步 不管是过去的无名小卒 还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开国元帅 身份的变化能改变他的初心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 也贯穿了他工作生涯的始终 正因为如此 毛主席才需要他来主持军委的大局 当主星谷倒下之后 必须有其他人站出来 抓住那些搅浑水的不法分子 稳定整个局势 就算已经交代好之后的工作 毛主席也为国家的命运 感到深深的担忧 毕竟1976年的中国 实在遇到了太多意外和冲击 这一年的开头 周总理就在北京去世 他是人民群众心中 最值得尊敬的总理 和毛主席一样 都是这个国家的精神支柱 他的离开 已经让人们产生了 对国家未来的担忧 朱总司令的去世 又成为雪上加霜之士 众所周知 朱老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定海神针 只要他在军中的安定就一定存在 解放军对国家的保障作用也一定稳固 而他倒下之后 各大军区也发生了一些动荡 人民群众观察着这一切 也对军队的未来感到深深的担忧 军队本就是国家的强心计 如果连军队都出现问题 国家的安全就真的无法保证 更别说之后的唐山大地震摧毁了无数家园 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社会舆论 某些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通过颠倒黑白的方式 以灾难为名 强行往中国政府身上泼脏水 试图把一场自然灾害引到人为事故的方向 毫不夸张地说 他们简直就是在逆天而行 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 西方国家的舆论战方面很有手段 部分媒体的报道和猜测的确对中国人民的情绪产生了影响 在天灾人祸面前谁也没有办法持续保持乐观的情绪 如果说主持大局的毛主席也跟着倒下 中国又究竟该何去何从 带着这份忧愁 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离开了人间 与此同时 他的指令也被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交到了徐向前元帅手中 满心悲痛的元帅颤抖着双手 打开主席留给自己的最后一次叮嘱 那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 立即开启一级战备状态 保持国内的稳定 这是主席的最后一次命令 他也用这样的方式 最后一次保护他深深爱着的国家和同胞 徐帅当然明白主席的担忧 所以他马上执行命令 第一时间联系全国的各大军区司令员 与大家一同协商接下来的工作部署 以高度戒备的状态应对挑战 全国一级战备状态 意味着所有战事已经进入战前准备过程中 也意味着所有军备物资完全到位 一旦战争开打 不管是人还是物都能马上投入战场 可见毛主席这位天生的革命乐观主义者 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幸运的是主席担心的事情没有到来 偶尔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 也很快被执政有力的领导班子压了下去 我们在紧张又稳定的节奏中 平稳地度过了领导人离开这次危机 等到第二届领导班子完全掌握局面时 我们便更不会畏惧萧小之辈的挑战 主席人生的最后两项指令 一项是在主持灾难救援工作 另一项则是在为自己离开后的国家局势做安排 从始至终 他考虑的只有国家而没有自己 主席这个身份是无上的荣耀 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责任和束缚 在其位一天 他就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疏忽自己的职责 哪怕他的人已经离开 他也把光辉伟岸的品质永远留存下来 这是他留给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也是支撑着中国不断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 没有人不畏惧死亡 但总有人在死亡面前考虑着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紧急部署工作的毛主席是这样 躺在病床上还忧心国家大事的周总理是这样 遗憾没能亲眼见证香港回归的邓公同样也是如此 他们的存在仿佛是上天刻意的安排 有了他们 我们便能够大声的说 天不亡我中华 这些是什么 你不是在那里 那里 你不是在那里